各位比丘 各位比丘尼 各位沙咪尼 各位居士 还没用啊 慢慢用 我们上午跟大家谈到 我们佛妻要守规矩的事情 也跟大家提到 我们佛妻算是比较中庸路线 既要求诸位功课 但也没有要求到很高 耗费大家很大的体力挑战 但是也并不希望大家浪费时间 尤其是散心杂化 会破坏整个修行的气氛 你自己破坏了 那你也让整个道场或整个共修的过程 别人也受你影响 所以说务必要有这种 这个放长 务必要有这种 这个修行 共助修行的这种道德感 不要干扰道人心 再来呢就叫做难招想 你想想看 你用餐 人家把你准备好 然后你上店 人家呢带着你用功 你下店了 人家不干扰你 这个卧聚无缺 那么这个梳洗无缺 你能够呢 还能修福报 整理环境 那么自己用功 环境又这么宽阔 这个道场 有些道场呢 它虽然说很大 像大的道场很大 可是你打佛七呢 也就只能在局限在一个小空间里 那我们这人没有啊 大店外面空空荡荡 那今天是有游客了 你也不要去跟游客打闲岔 那剩余的时间呢 傍晚游客离开了 那都是你可以用功的 躲开人群 树下水边 你都可以用功 像这样子的环境 你能够来几次 你想想看 所以呢 我知道有些居士来过打佛七啊 但是他慢慢的姻缘也没有了 身体也瘦不了了 或者年纪也大了 家人不让他来了等等 或者是移民去了 这太多原因了 他不是说你今天在这里参加 有以后就有 所以呢 要一起一会的观念 把握一次是一次 不能够想有未来 那更要想的是 这就等于我临终的一次佛七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来用功 所以说守规矩 其实不用我太多说 但是还是要说明说 大家有个共同规则 每一个人要做南昭之想 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呀 我在怎么样子 所谓的有点忙碌 那就也不会是为众生啊 那根本还是念佛啊 不是说我怕死 不是意思 而是说 为佛教做的一切 不就是要让大家安心念佛吗 哪至于什么历法啦 建设啦 读众生啊 化缘啊 化缘是为建设 建设是为了共修 共修是为了行菩萨道 菩萨道是为了报佛恩 然后呢 让众生成佛 自己成不成佛 还没有那么直接 但是我们要让众生成佛 送他去修行 那我们为了要圆满这个 我们所谓求生极乐 你看看核心很清楚嘛 求生极乐就最终死 最终目标嘛 管你做什么事 哪怕是饮食便利 便利就是大小宜啦 大小厕所啦 便利 无非就是让自己活下来 活下来干什么用 不是因为怕死所以要活下来 也不是因为有这个命所以活下来 是因为要成就这个什么 佛法自立利他的功德 这样想来想去 天底下什么事情还比念佛还要有 有价值 有直接的利益的 好像还没有了 世界什么变动啊 怎样 你挥挥手 再五十年好吗 诸位再五十年 再五十年 你再怎么撑大概也应该离开了 挂在墙上 对不对 除了我们那个笑得很开心的定心 再五十年的话 应该还在了 如果他还活得 活得还正常的话 我再五十年恐怕不容易了 我可以争取 但不容易 是吧 所以说你想想看 人间事情管他什么好坏对错 五十年后 不要说百年 六七十年后 那已经都换到哪里去了 对吧 所以也不用忧那些 没用的啦 历代以来 忧国忧民 人人自嗣 然后又能怎样 但是倒是啦 倒是忧众生的道业 我们为利益皆众生故事求佛道 这个倒是菩提心 这叫做怨菩提心 那么我们就是以怨菩提心求生极乐的 我们不是小 净土法门是大圣 不是小圣 小圣说我自己解脱 大圣是什么 大圣就是为玉利益皆众生故 我誓求佛道 我誓求佛道 我没有说我要成佛 但没有 我不管我什么时候成佛 但我要求余佛道 以什么呢 以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你不利益自己吗 我利益自己 我相信他自然会利益自己 但我不会先想要利益自己 我如果有利益自己是为了利益众生 这个道理在十项当中是很清晰的 那么我们求生极乐 无非就是要这样 要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我早日回路娑婆度有情 所以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回路娑婆 但中间的过程就是现在要求生极乐 这个目标很明确 我们就不怕辛苦 更应该下定决心守修持佛契藏中的这个规矩 这点再次的告诉大家怎么样观想 怎么样子的发心 我刚刚在这个殿堂当中有问 第一次来的人还不少 我觉得非常欢迎 我们万佛寺就是这样子的 各类的居士们乃至于众生 都怎么样呢 都来万佛寺结这个万佛之缘 这是很好的 希望你能够有一种天真之心 难得之想 来这里跟大家一起用功 心来就道你放心好了 要是有人认为说我这里是 我是救助众 我资力比你深 所以我对你说东说西的 只死一死的 你不要理他 万佛寺新来救助 都同样 救助的人当然他熟门熟路 我们可能赋予他一些 这个工作啊 志工的工作啊等等 这个是熟门熟路嘛OK 但是他不等于可以对新来者 干什么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 还有啊 他们的描述的万佛寺的样子呢 也都很大部分我会告诉你是不正确 所以佛系当中不要听谁是描述万佛寺 我住前去啊 我在这里很久了 我知道是长什么样 你自己看 别人描述都不准 别人描述都不准 也不应该描述 现在就近于时间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话 你微笑 然后赶快离开现场 不要又坐在那里 哦密度哦密度 他就越来找你了 那找你两次三次 你不跟他讲话 好像你没礼貌 最后你就屈服了 然后你就跟他一起造罪了 不要有这种傻傻的 这个疗房呢 是只有晚上 中午小休息 晚上大休息 你可以进去 而且中午休息 其实也不一定 你的树下坐一下 芬多精很多 吸收一下 其实精神也很好 还有我们好像 资客室那边 有泡不少的那个咖啡 那好像 也 你也可以提神 是这样 我上面写的说 欢迎乐捐 那 这个就你自己看的办 那像这样子 你就可以提神 那所以也不一定要在疗房里 没事 不要在疗房里 疗房是一个小空间聚集的地方 因为不小心 你就打瞌睡 要不就不小心周边没人 你两个人就聊起来 乃至于呢 这个 进进出出 从已多 甚至于呢 不小心还有传染病 大家都 免疫力很好 就你的免疫力不行 那就叫做业障 这就是你的业障 举凡这一类呢 都要注意 今天第一天都要提醒大家 那么把心情调对了 把行为做对了 那么心情正确 你的行为才会有那种欢悦的意志 然后呢 要知道这是难行之行 这是难遭难遇之事 难行之行你来了 你看看你应该请七天 其实头尾是九天 昨天到了 佛际满七天 然后佛际隔天 你帮忙整理环境嘛 或者是听下午的话就听 听这个佛学问答嘛 那这样头尾是九天 很合理啊 那你符会也双修啊 希望大家呢不要说 就是匆匆忙忙来 然后呢 佛际一结束就不见人影 你应该呢自己多修一点福报 佛际中分配的工作 要踏实的把它做完 时间不多 但是呢你工作要是有效率 扎实 那一样的可以做不少事情 所以要专心做 要专心做 你要知道啊 在那个禁止讲话的环境 跟时段当中啊 人是特别想要讲话的 那就是业障嘛 要抓紧自己的业障样 不要被他骗 这也是呢提醒大家 那么最后就是什么呢 对于念佛的义乐 这就不是在 在小时大时当中的饮食当中讲的了 这就是未来两三天之内我们要说明的 那总而言之 要自己生起这个义乐跟难着想 义乐就是心里那种欢喜 那欢喜的目的不是说闪动你的心 是让你懂得更珍惜 懂得呢 要是有什么挑战啦 人际挑战啦 或者一只蚊子的挑战 晚上睡觉 没声音了 这个没声音才恐怖 你担心它停在你的身体哪里 对吧 那这种 一只蚊子就可以把你搞得晚上睡觉不宁 你不觉得超丢脸的吗 它是你身体的千分之一 然后呢 它自己也业障重 然后你也要跟它一起业障重 所以说修道人啊 我们这里的疗房啊 一般一般啦 有人比我们更糟啦 那我们呢 我们的中断班以后 我知道现在时代不同了 但是呢 作为居士的 应该随意而安 谨守规矩 随意而安 那好 今天跟大家讲到这 那最后呢 就是说周六日一般 五六日一般 会有一些游客 那有些游客呢 我们那就不要跟他眼睛相对 也不要跟他身体相近 游客他不知道你在干嘛 东问西问的 对吧 那你做什么 你怎么在念什么 这样 那你已经住了多久 那怎么钱 我看你那点六借 那要怎么点 那你念阿弥陀佛是在做什么的 那你带他来 那你几回 如说公子都搶他 搶到不去哪里 搶到你祖公啊 你阿妈啊你哪做 都拿出来介绍 真是这样 我去外面吃饭呢 那两个女的 明明就疫情当中 吃饭就赶快吃完 就走人就好 他们两个就在我面前吃 因为桌子人多嘛 桌子 我从下去吃了 就听到他们聊得好开啊 最后呢 我终于吃完 我也终于要解脱要走了 他们还在聊 然后最后才讲到说 请问贵姓 原来他们两个不认识耶 不认识可以聊成热 热成那个样子耶 你说是业障重不重 你说要到时候等一下呢 外面的游客那么多 七晃八晃 晃到那里去 整座坏了了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悼念了 全座坏了 所以不要去搞那个 也不要去晃到他们眼前 他们来 一合掌一低头 皆共存佛道 我们要让他们来这样活 善根没有你们这么早发 只是这样而已 我们也尊重他们 但毕竟还没入门嘛 那有时候干扰你的是很不好 所以不要去跟游客 巴拉巴拉的讲 你介绍 平常叫你来当志工 平常叫你来学工员导览 照到成贸人 现在大伙机 你突然间变志工了 突然间变导览员了 公到岛本里去 阿彌陀佛 上次佛机我就看到这样 不认识 我不是你的事 事务处有人 我看他们有时候也在那儿闲聊 要聊让游客来跟他们聊 你们不要去凑热闹 要好好用功 再来你们好好的用功 让游客看你们 只可远观不可泄万烟 产生那种神秘感跟恭敬感 这也是你在杜众生 不是吗 是不是这样子 要是看游客有走过来了 你的眼睛垂下来 身体走开 他们就要找你聊天 你就没有事 还有你胸膛看是不是挂着纸羽 是吗 那你穿了海青挂的纸羽OK清楚 但是你脱下来的时候 你就不穿海青了 人家没看到你纸羽 那更要呢 这个游客师傅要提醒他们 海青脱下来要干脆把那个夹子夹在你自己的 自己的衣服里 衣服上面 这样走动互相提醒 然后上店的时候再加上去 或者干脆啦 SPECIAL啦 那个什么呢 事物处再做一份 发给你两张总可以了吧 一张就挂在你的海青上 要杀进店里呢 不会忘记 那一张呢 就挂在你的衣服上 这样子呢 大家彼此提醒 不然海青脱下来了 好像呢 你是志工一样 人家不认得你 以为你还可以讲话 像两张应该还好吧 是这样 或者是挂那种脖子 挂脖的那种 挂脖的那种 随时就挂上去 不用憋在身上 别人憋在身上会扎倒 是这样 看怎么做啦 反正可以两张 那么这样子呢 就避免了 万一有游客怎么样 那再来就你 当然就问了 那游客干嘛不挡他呢 不能挡 不是说他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我告诉你 我们那个游客所造成的那个 贡献度 最近因为缺了一个居室 应该要在门口 应该在那大店前面 招大家点灯 送他们呢 什么呢 这个念珠 哦 大家都拼在点 都拼着点 我们现在那个事务处 最好能够安排有这么一个 在那招来 那我们不能阻挡是因为 要知道 人家礼拜六礼拜天才有空 来到寺院里 那来到寺院一合掌一滴头 接供臣佛道 你把这个机会给遮住了 你就没有度到众生 那你在念佛 鸟鸟 念佛之声 穿透心耳根 也涌成道种 这都是好事 不要说因为打了一个佛机 像个什么一样 什么都官官毕毕的这样 胖人家看到 不必如此 我们和光同城 能用功者 就是用功了 不要盘元就对了 所以我们常住不做这种事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也尊重游客 游客也是未来佛 或许他就是现在挂名为游客 将来搞不好就是信徒 是吧 所以我们不亲厚学 不慢久修 我们对于那个亲学者 心学者 久修 我们也不傲慢 我们自己是久修 我们也不亲事那心学之人 那么谁都是从不了解佛法 慢慢入门的 他今天远远的愿意来 公车那么少 旁边又没有什么便利商店 那么这个公园也还没开 我们八月十五才正式开 网站上面是接受预定 八月五号才正式开 欢迎你们来 欢迎你们来 八月五号才正式开 那他们也没有公园好去 那结果呢 他们愿意来 这都很有善根你知道吧 将来开了 开了我们还是一样 能够来这里公园拜拜 怎么样 这个都是很好的事情 将来我们公园里头 还有一尊观音菩萨是这样的 你要对他念 拉摩观世音菩萨 他的甘露品会真正出水出来 会担出来你听不懂 那个马上可以喝 真正从你观音菩萨身上求来的 那这样互动感就很多了 对吧 那这就是让他来给菩萨度的呀 所以我们念佛正式度众生的时候 不需要把三门关起来 是这样 大家心量打开 好好用功 立一切众生 甚至欢迎他们来听你们念佛 这样才对的嘛 以上 大家打拼打拼 我们请维诺师傅带领我们回向 大家表现不错 继续加强